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恩大家远道而来,今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让我们有缘再聚,印尼雅加达! 世界一千万华人的心灵导师,世界和平大使,我们尊敬的师父,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不辞辛劳,今晚刚刚抵达雅加达,顾不上一刻休息,特别安排今晚的开光开示,与大家共沾伐喜,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特别感恩各位住持法师,与佛友义工们,感恩大家! 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孙一文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使他走出人生苦痛,改变命运,离苦得乐,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摩萨,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如果我在分享过程中有不如礼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护法菩萨原谅,感恩大家! 我叫孙一文,今年22岁,来自北京,真正学习心灵法门一年多,其实早在2014年我就有幸遇到心灵法门,当时我的弟子申请已经批了,打算在马来西亚法会拜师,去马来西亚法会的一切事宜都已安排好, 但是因为我的任性,让自己差点永远失去了学佛的会命,我和家人说我不学佛了,我不去参加法会了,现在想想真是自己业障太重,阻碍着自己,让自己吃了很多苦,走了很多弯路 在不学佛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就像进入地狱般可怕,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最好的朋友离开我,我心里开始想不通,晚上睡不好,总是泪流满面 现在想想想看都是因果啊,我欠人家的,这样也是还债啊,不学佛真是愚痴啊 后来面临毕业实习,心里想着在学校里是好学生,我的就业条件就会比别人好 但是不如我所愿,实习后有好几个机会都与我擦肩而过,心里埋怨到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后来班主任又帮我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单位,但是后来一个另外的坏消息紧接着来临,公司规模小,被一家大公司顶替了 痛苦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要和谁说,和父母,和朋友 我只能自己扛着,开始想不通,开始封闭自己,我感觉自己太累了 我的肩膀扛不住自己的脑袋了,压得我筋疲力尽,这真是不学佛的果报啊 痛苦的日子总是那么难熬,我尝到度日如年的苦,我的心很痛,我感觉自己不会笑了,或许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几乎崩溃了,一天两天睡不着,可以忍受,可是两年,虽然只有两个字,可是我觉得比两个世纪还长 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 看着我的父母担心我,我心中万般自责,因为失眠,我严重掉头发,吃药调理都无济于事 我简直崩溃了,我真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我崩溃到想要撞墙 我躺在床上,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我心中无惊地委屈,在那一刻尽情地发泄出来 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痛苦 想到我的父母,他们辛苦养育我,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是不孝顺 或许是我真的与心灵法门有缘,有一天我睡不着 我和我妈说,妈,我还是要学心灵法门,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我妈说,那就不要做后悔的事 那一刻,我内心无比坚定,是我真的相信菩萨妈妈会救我 第二天,我就微信王师兄,我和他说了我的情况 恰巧,他当时在国内,很快我们见了面,还认识了程阿姨 接着他们帮助我,说了佛台 在佛台前,我哭着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退转了 我再也不离开心灵法门了 我看着菩萨像,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孙一文,这次就算再难再苦,也得坚持,绝不退转 因为之前经文,小房子都会背 所以熟悉起来并不费劲 很快就能独顺下来 我想真的是菩萨妈妈的加持 我从一天两张,再到后来可以八张九张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我 慢慢地,姑姥姥和程阿姨鼓励我去放生 和他们在一起,所有不开心都忘了 每天都在努力念经,很充实 感恩佛法,感恩心灵法门 让我认识好多精进的师兄 他们都在鼓励我 遇到想不通的时候 我就和我姑姥姥还有佛友阿姨他们说 他们就一点点地开到我 什么事都为我想,感恩 姑姥姥跟我说 不管遇到什么事 记住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苦控无常 切记 我也和大家分享这句话 在大家的鼓励下 我变得越来越开朗 越来越积极 我的睡眠好了 一切都在变好了 我经常和菩萨说 菩萨妈妈,感恩您没有放弃我 我不会退转了 我不会离开师父了 我要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现身说法 救度有缘 我的生命里再也不能失去佛法了 感恩心灵法门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所有人 我非常开心 我奶奶也学佛了 我给她看完师父的震撼视频后 给了她菩萨吊坠 她特别开心 开始她还不会年轻 我给她放录音 她跟着读 没听几遍 她自己就会读了 刚开始功课自己 就读大悲咒49遍 心经49遍 往生咒49遍 圣无良寿 决定光明王陀罗尼49遍 礼佛大忏悔文三遍 我和她说 奶奶您太厉害了 真棒 感恩大家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 我分享的不仅是我的学佛经历 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引以为戒 我吃过的苦 希望你们不要吃 我受过的罪 也希望你们不要去受 我真的请大家相信 佛法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请不要浪费生命 更不要浪费自己的慧命 时间不会为我们等待 我希望大家抓住机会 好好学佛念经 离苦得乐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如果在分享过程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诸佛菩萨慈悲原谅 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浙江的任爱华同修 与我们分享 曾经走过弯路的任同修 幸运心灵法门 彻底悔悟 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 让我获得生生 等你南无大慈大慈大悲 救国救难 观世音菩萨 莫获山 等你舍方 三师一起 助力感恩慈大慈大餐 舍方 借耳天护法菩萨 unfath 神灵法门 我曾经是一个通灵人 能够感应一些别人感应不到的东西 也就是一些小神通 因为自己无知 一直以来 我利用自己的神通 给我们当地的亲戚朋友 人居等开运气 开风水 查灵性 查阴气 替人之笨 等做了整整十三年自久 八年前 我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 去了很多家医院 检查都查不出 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想来想去 查来查去 都找不到原因 每天 每天晚上 那些我看过的灵性 都在我们家 睡觉的时候 眼睛一闭 就有一百多个认识的 不认识的 云人来找我 我家 楼上楼下 佛堂 都是灵性 我看得清清楚楚 哪个时候 我像神经病一样 借人就骂 动不动就发火 幸亏 哪个时候 我先生 对我很好 我生了那么 严重的病 他 医者不离 也许 这场大病 就是我学佛的 真上源 从哪开始 我每天早上 在菩萨佛台前 念经 慢慢地 我的神经病 不发了 身体虽然好起来了 但我在佛友之间 还是会用神通 帮他们看病 看风水 转运 等等 而且也改变了一些 人的命运 菩萨不动因果 而我 于是地 动了他人的因果 会以为 在做算事 所以一直以来 我的身体 会怎么擦 我都不知道 因为神通 自己替别人 背了很多的业 我以前 学其他法门 十几年来 从没有 一个 正确 指点 我的导师 那时候 到寺院 寺庙里 拜 菩萨 也不知道 报自己的名字 也不知道 怎么求 听人家说 要拜 菜 我们就 拿出钱 去拜 就这样 十几年下来 没有一点的 进步 跟无奈地 我是个 通灵人 但是我连 自己的先生 都救不了 因为 自己余知 不知道 八人 看病 简单 会被业 认知 我的家人 也会被业 我的先生 就是受害者 因为 我们不懂 不知道 在帮助 别人的时候 要先 保护好自己 所以 万神 得了 疼病 我们 快在 菩萨妈妈 面前 两个多 小时 祈求 万神的病 能够好起来 我们 因为 万神 念了 大量的经文 结果 万神的病 好了 我 学生 他 被业了 生了 很严重的病 最后 我也 没人 救到 他 这件事 让我 一直 纠缉 万分 幸亏 自己 有幸 接触 就到了 心灵 法门 在 先生 往生后 有 那么多的 师兄 进圆了 那么多的 小房子 超度 我的 先生 到了 好的 区区 真的 忠心地 感恩 师兄们 2016年 受 师兄的 电话 我接触 到了 心灵 法门 卢君恒 师父 恒 法的 笛片 我看了 一遍 有一遍 联署 看了 三遍 看到 晚上 两点 钟 我 必 卢君恒 师父的 慈悲 深深 直伏 卢君恒 师父 是 大神通 是 真正 救人 李苦德勒 的菩萨 感恩 大慈 大慈 大悲 的 观世音 菩萨 妈妈 慈悲 点 话 在 梦里 师父 前面 走 我在 后面 跟 师父 慈悲地 回过头来 看我 我 突然 就 醒了 第二天晚上 猜着 师父 醒来 后 我想 师父是 那么的伟大 他为 众生 被 那么 重的 业 他 不为 美 不为 力 为 需要 救度 更多的 有缘 众生 脱离 苦海 看 看看 如君 红 师父 想想 自己 我 无地 自由 我 为 自己 改造 羞愧 于是我 下定 决心 痛 盖 前 非 从 哪个 时候 起 我就 放弃了 给人家 利用 神通 看病 马上 重视了 佛台 把我们 心灵法门的 诸位 菩萨 恭恭敬敬地 请回了家 每天 按照我们 心灵法门的 功课 上 早晚 乡 这 期间 来自于 国法门的 阻碍 很多 家人们的 不理解 和打击 动摇不了我 学习 心灵法门的 信念 因为我 明白了 自己的 哪些 所谓的 神通 实际上 实际上 就是自己 身上 全身的 灵性 我 正要通过 心灵法门 三大 法宝 不平地 做功德 才能 消我 全身 精神 造 口业 动人 因果的 涅脏 经济 心灵法门 四个月后 我在佛台前 向菩萨妈妈 使劝 吃 全素 修学 心灵法门后 真的是 法室 充满 我身上的病 在不治 不觉中 尽然 全部 都好了 原来是 十早后 全身 起 斑点 要裹 一个 多 小时 才会 慢慢 退下去 好 现在 完全 好了 新装 病 好了 以前 睡觉 常常 气 吹不过来 现在 这种现象 没有了 以前 胃病 特别 严重 拎得 不能吃 冷 冷的 不能吃 糯米 不能吃 发吃的 也不能吃 现在 什么都可以 吃了 自传 好了 很严重的 副科病 也都消失了 我 我现在 已在 菩萨 妈妈 面前 放乱 不再 职责 于 神通 不再用 感应 为大家 治病 现在 人家 来找我 看 神通 我会 对 他们 说 从今 以后 大家 不要来 找我了 我现在 修 心灵法门 我要 好法 度人 心灵法门 三大 法宝 菩萨妈妈 一定会 救你们的 你们 大家 来跟我 学佛 念经 吧 我要 正信 正念 好好的 运用 心灵法门 三大 法宝 使劝 念经 放生 来解决 热肠 生活中 出现的 活动 问题 好好修行 改掉 自己的 毛病 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 和感悟 用妙法 让更多的 有缘众生 都为佛法 破迷开悟 早日走进 心灵法门 离苦得乐 完成 自己来人间 一趟的 使命 以上分享 如有 不如理 不如法的 地方 请 请观世音 菩萨 慈悲 原良 请 隆天 护法 菩萨 原良 请 师父 原良 请 神月 聆听 大师 兄妹 原良 再次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女儿在日本学习工作已经15余年 2016年10月8日 女儿有幸地参加了日本举办的盛大法会 初次接触了关世音的心灵法门 结识了义工赵师兄 委托其回国度我 听女儿说法会的经过 开始我还没在意 没过多久 赵师兄就为我送来了一本 名为《白话佛法》的书籍 经过研读 深深地吸引了我 于是我见了我们当地的同修 去看看学心灵法门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看了心灵法门的书 也看了心灵法门的弟子 他们个个都很热情 有个小丫头 才25岁 一见我就 心灵法门怎么个好 怎么个灵 给我最深的印象 就是和蔼可亲 身为一位母亲 为了女儿在日本工作 生活一切顺利 而且我已经退休在家 没有什么能力 让女儿生活得更好 我觉得我能为她做的 就是为她住念小房子 2016年11月1日 我开始念经了 2017年2月18日 我有幸地参加了新加坡盛大法会 这是我生命中参加的第一场法会 场面之大 令我震惊 台长所讲的每句话 都非常的精彩 我感觉我像自己的灵魂重生一样 能接触到心灵法门 真是指示修来的 菩萨显灵事件一 2017年4月15日 师兄们帮我家立了佛台 我突然发现 我家养了19年的 并且已经瘫痪了一年半的老狗 居然站起来了 真是太神奇了 菩萨显灵事件二 我腹部又下侧 不停地震痛 到了医院做全身检查 什么毛病也查不到 可是痛楚只有我自己知道 无法言表 自从烧了小房子 不知不觉好了 再没疼过 我爱上了神奇的心灵法门 菩萨显灵事件三 我家卫生间马桶 是女儿买的日本品牌 自带温水冲洗功能 用了三年多了 从没出过问题 有一天不知怎么的 怎么也用不了 这时突然头顶 天花板嗡的一声 家中的中央空调开启了 在卫生间的我 怎么可能打开客厅的空调 顿时头皮发麻 真是害怕了 我和师兄们谈起这事 师兄们说 这是你家房子的药精者 当时我想 房子是新盖的 不是二手房 哪来的药精者 谁知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2017年7月6日 女儿回国 为我庆祝生日 雨下得很大 飞机凌晨五点落地 天宁机场 我到机场后 想先去一下卫生间 放好雨季 急随身挂包 在洗面台拿纸 刚在马桶坐圈上铺好 正准备坐下时 一回头 雨季机包全不见了 我慌了 五个隔眼 挨个找 没有 我在卫生间门口 大声呼喊 机场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了解后 比我还仔细的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 建议我立即报警 去警卫室的路上 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舌头都发木了 正在我心机如焚 想起了菩萨妈妈 不由双手核实 心中默念 菩萨妈妈 求您了 包千万不能丢了 现今是小事 手机门卡 要数 女儿的飞机 就要快降落了 这时我脑海平静了许多 开始往回走 想要再一次确认 包是否还在卫生间 当我再次打开卫生间门时 奇迹出现了 包和雨季都在 包内的物品 全部都在 钱一分也没少 之后 我烧了21张小房子 从此 家中平静了 菩萨显灵四件事 我的女儿从小爱文艺 小学二年级 就在少年宫里学习 唱歌跳舞 可是文化成绩就不可爱了 重要考试时 能及格就烧高香了 现在在日本 看房地产 在房地产公司工作 刚进公司 经常考试 连正常睡眠都保证不了 自从学习了心灵法文后 女儿保险资格证两次考试 第一次100分 第二次92分 顺利的通过 2017年10月15日 女儿又要考 宅地建物取引室 这个考试 连日本本土公民 都很难通过 为了这次考试 我每天睡三个小时的觉 三个月 念400张小房子 每天给菩萨妈妈上香时 祈求难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女儿 考试顺利通过 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早晚 跪念准提神咒 108遍 放生一万条鱼 并许愿终身全宿 考试的当天 师兄们为女儿祝念 我跪在菩萨妈妈面前祈求 抬起头时 看见菩萨妈妈笑了 南京菩萨笑了 没过五分钟 女儿打来电话 说考试通过了 而且还是全校最高分 学习心灵法门 一年间 女儿顺利了 考了八个国家 自个认定 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了 神奇的心灵法门 慈悲的菩萨妈妈 我感恩您 我们全家感恩您 我和我女儿 学习令法门 虽然只有一年 受益匪浅 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 告诉那些不信佛法 不信观世音菩萨 真实存在的人们 要相信菩萨妈妈 我们才能改变人生 改变命运 改变未来 感恩我们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永远 可以学习心灵法门 感恩所有 帮助我学习 心灵法门的师兄 同修们 我会更加坚定信念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学好心灵法门 度更多永远众生 在分享过程中 如有不理属 不如理不如法 请诸位菩萨 慈悲原谅 请各位师兄批评指正